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由两位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Tom Wright跟Buddy Hope 他们所写的英文的书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本 刚刚由早安财经文化公司出版 这本书原来的英文的书名 叫做Billion Dollar Whale 更重要的是它的副标题 The Man Who Fooled Wall Street Hollywood and the World 中文翻译的书名叫做 金吞亿万 一个大马年轻人 芯片华尔街和好莱坞的真实故事 这个大马年轻人叫做刘特佐 要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一个场景说起 也许还有一些朋友 只要稍微关心一下国际政治 国际新闻 尤其是对于马来西亚的政治 稍微有一点关切的话 可能还记得这件事 这件事情是2018年5月10号凌晨2点 当时人在家里的马来西亚现任首相 叫做Najib 还有他的几个贴身的助理 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因为这是投票选举开票的时候 开票结果陆续传来 在场的人心情都跌到了谷底 尽管选前花了这么多钱 进行了这么多的政治操作 Najib所领导的国大党 还是被人民唾弃了 Najib在显全过于自信 完全没有做败选的准备 他跟他的太太Rosema 他们都低估了人民的愤怒 身边有一些人建议Najib 先不要认出 可以用钱让一些反对党的议员 倒戈前来投靠 因为他们是国会制 所以可以收买够多的议员的话 也许还能够继续执政 不过那时候 包括Najib的家人都担心 Najib会动用军队 拒绝移交政权 不过最后他显然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 记得2018年5月 所发生的这件事 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 第一次政党轮替 大家可以感觉到 一个新的时代的将领 也有人会担心国家分裂 不过有意思的是 把Najib打败的 担任了新首相的是谁 是过去长期统治 马来西亚的马哈迪 马哈迪卷土重来 但是这个时候 他成立了他自己的一个新的政党 马哈迪在选前 他就一再的强调 如果当选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做重启一马案的调查 一马案 就是这个一马公司 在当选之后 首度的演讲当中 马哈迪重申了这个决心 马哈迪说 有某一些人在协助煽动首相 导致首相被世界谴责为妾道统治 这些人一定要被神之以法 选后 Najib跟他的太太 他们曾经试图要搭乘私人飞机 飞到印尼去 但是消息走漏 所以群众聚集在机场 把他们拦截下来 马哈迪也明确的下令禁止 Najib夫妇离境 紧接着反贪务委员会 先后传唤了Najib他太太 还有他们身边重要的Richard 警方搜索Najib夫妇 位于吉隆坡的住家 找到了什么 找到了一万两千件的珠宝 五百六十七个名牌包 四百三十二只手表 还有呢 相当于两千八百万美金的现金 总共呢 加起来高达两亿七千四百万美金的财务 2018年7月3号下午两点半 反贪务委员会 从Najib的豪宅当中 将他予以本来补 第二天 Najib出庭面对指控 一边在警察的护送底下进入法庭 一边对周围的支持者微笑挥手 身为前任首相 他不用戴上手铐 也不用穿橘色犯人的标准服装 当天穿着深蓝色西装 深橫色领带的Najib 站着 聆听法官宣布他被起诉的罪名 滥权 以及三项背信罪 每一项罪名 最高都可以判刑二十年 Najib Unguilty 他认为自己无罪 最后是以一百万元的马币交保 到了年底 他的太太也被捕 李沙也被调查 Najib的官司在今年的四月开始审理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跟Najib这个弊案关系最密切的 就是这本书里面的主角 叫做刘特佐 当然这次大选的结果 对他而言也是重重的一期 这本书其实也就在跟我们解释 那个时候也不过才29岁的刘特佐 这么年轻的一个人 他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一路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权利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进出这么多的钱 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 同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故事 在《惊吞亿万》这本书 他在过程当中 一方面因为是两位资深的财经记者 所以他们把那个操作 写得非常的明确 另外一件事情 他们都是懂得如何写报道的人 所以书里面铺陈解释了 牵涉在这个案子当中 许许多多不一样的重要的角色 例如这整个案子 牵涉到Golman Sachs 这个庞大的跨国金融组织 里面尤其关键的是 Raisner 这位当时在Golman Sachs 负责东南亚操作的主要的主管 Raisner来历很特别 他出生在德国北方 临近汉诺威的一个小镇 叫做Volsberg 他成长的过程非常的顺遂 他的父亲是福斯汽车的高级的主管 他从十岁就开始迷上了网秋 每一年的夏天 他的父母就送他到欧洲跟美国去受训 曾经跟Stephie Graf这种知名的球星一起打球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一个以网球运动展现天分的一个年轻人 到了17岁的那一年 他就以交换学生的身份到纽约的私立学校 叫Millbrook School 待了一年 刚开始的时候 他住宿的家庭觉得 他是一个很保守很谨慎 大家印象当中典型的那种德国人的小孩 但是很快 他就完全融入到了美国的生活 除了网球之外 他也开始参加篮球跟每次足球 他有那种运动的天分 当地的报章形容他天赋异比 自信聪明帅气有钱 全身上下都是运动细胞 而且他六米三 他是六尺三 大概是将近185公分 将超过185公分高 他的教练呢 也赞扬他是最棒的运动员 总是在场上 知道他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且非常吸引女性 他可以不费力气就交到女朋友 这段经验让Raisner体验到 离家出国生活的乐趣 所以后来回到德国念完大学 他就不留在德国了 他到美国Canada的Harvard University 去念MBA 班上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他就认识了一个伊朗裔的法国女孩 毕业之后 他们两个人搬到了伦敦 在那里结婚 Raisner拿到了MBA的学位 接下来他就加入到了JP Morgan 从最基层开始做起 他有非常强烈的成功的动机 所以一边在JP Morgan上班 另外一边又跑到University of Somerset 拿了一个管理博士学位 在伦敦的期间 他被把主成为JP Morgan的副总裁 他曾经负责一个跟印尼发电厂相关的计划 所以开始对亚洲产生了兴趣 他离婚 在1997年 跑到香港 在雷曼兄弟公司上班 那个时候 香港这个700万人的小岛 正在快速的变迁当中 97 回归 所有的一切 看起来如此的不确定 也就变成了外国金融业者的天堂 包括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 因为经济持续的成长 银行家们就在香港 平常疯狂的工作 然后休息的时候就流连夜店 假日就搭着私人的游艇 到附近的海岛度假 1997年先是香港回归大陆 接下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形势逆转 不过对于像Rise这些金融业者来说 危机也就是转机 这些年亚洲已经变成了 Wall Street的Bankers 他们在职场上 更上层楼的跳板 一来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业 不像美国竞争那么样激烈 二来亚洲的操盘所 他们往往空间比较大 Risener到了香港的时候 亚洲资本市场在 危机爆发之后激动 这个时候各国的政府都要想办法筹钱 我们知道最严重最惨的是韩国 韩国当时不得不要求 INF跟Wall Bank为他们纾困 各国的政府大概除了累积了 庞大的外汇存体的台湾之外 其他呢 他们都在缺钱 都要想办法筹钱 所以这个雷曼兄弟 于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有了新的业务 就是如何辅导亚洲政府 把他们的国营企业私营化 把国营企业卖掉 用这种方式来筹钱 所以香港的银行家 马不停蹄的 在亚洲各国当中穿梭 然后呢都生意 Risener有业不例外 有一度他跟Golmer Sachs合作 辅导泰国的一家国营石油公司 IPO 事故 把国营公司民营化 他们做这件事情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辛苦 每天工作18小时 到半夜两点下班 泡夜店 隔天继续奋战 Golmer Sachs呢 因此注意到了Risener 非常欣赏他的憧憬 所以邀请他 从JP Morgan跳槽 他就跑到了 Golmer Sachs Risener加入了不久之后呢 Golmer Sachs把他们的亚洲总部 迁入到当时 刚落成的长江集团大楼 这是超高大楼 可以同时看到 维多利亚港跟壮丽的山景 经过了几年 亚洲终于走出风暴 Risener呢 他的人生也改变了 2002年 Golmer Sachs 为大博富豪 Krishman 他旗下的一家电信公司 办理挂牌上市 这是一个高达8亿美金 那一年度 亚洲最大规模的IPO 而是谁负责呢 就是Risener Risener做完了这个案子之后 他就被拔着成为 董事经理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 重要的高峰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告诉大家 Risener的人生 大家好 我是陈绿珍 台北的好声音 敬意在台北广播电台 天天陪伴你 天天用心听 听见台北的声音 幸福永远属于你 台北广播电台 感谢您去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早安财经文化的新书 书名叫做 《金吞亿万》 整本书讲的是 21世纪非常惊人的金融诈骗案 一个大马的年轻人 他骗了华尔街 他骗了好莱坞 他更连结了 马来西亚当时 在金融跟政治上面的 所有的这些重要的人物 以至于到2018年 就是因为这个弊案 直接导致了纳吉 首相的垮台 重点 在这本书里面 不只写了刘特佐 要解释刘特佐的弊案 就必须牵连到非常多的人 其中一个人是 当时在GOMASAC 负责东南亚操作的Raisner Raisner他在2003年 承拦了大博富豪 Krishman他旗下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Astro媒体公司 IPO 2006年 Raisner又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拿下马来西亚史上规模最大的 企业并购案的顾问合约 这个并购案呢 高达20亿美金 也借着这个顾问案 就让GOMASAC赚了 900万美金的顾问费 GOMASAC的同事 他们描述 Raisner有一种 生活客户信任的本事 正就是因为 他不是那种旧时论事行 满口都是精算出来数字 推销复杂的衍生性商品的人 他虽然是个德国人 他的个性这方面 一点都不像个西方人 他是一种讲交情的银行家 靠着掌握人心自身 这对于在亚洲做生意 尤其重要 落脚亚洲以来 Raisner的人脉越杂越深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他为人风趣 抄一口德国枪的英文 他懂得讨好每一个人 开会的时候 他喜欢坐在客服的身边 而不是隔着大会议中 面对面 有一次参加婚宴 据说整个晚上 他从来没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而是满场穿梭交际 因为有这种特别的本事 所以Raisner的身价 水涨船高 在2006年的10月 他就被拔佐成为partner 那一年呢 他就被拔佐为partner 在高盛 Golmer Search全球 大概三万个全职员工当中 只有2%的人 可以被升为partner 获得的这个职位呢 不只是老板 会一一接见 而且呢 他的收入就是以100美元 他的年薪 就是以100万美元起跳 还能够分到更高的红利 当年在2006年 晋升partner的员工当中 竟然有超过五分之一 是来自于亚洲 显然Golmer Search这个时候 他们看到 在亚洲的上级 未来无可限量 不过爬到这么高的位置 关于Raisner的俄语 也就没有中断 有些Golmer Search的同事 对于他在伦敦 拿到University of Somerset 的那个学历 失之以鼻 算他是所谓的Dr.Raisner 也有人呢 就耳语 说他经常跟客户上床 在同事的眼里 这是非常违背专业伦理的 最重要的是 他常常不按牌理出牌 他先答应客户的要求 再回头警示主管 而且呢 他就只有办法 让主管容忍他这样做 因为他总是能够拉到生意 有一次他制作主张 白纸黑纸 向马来亚银行的执行长承诺 Golmer Search 会以自由的资金 吃下该银行发行的 10亿美金股票 这种承诺 对Golmer Search来说 风险太高 他就完全没有智慧 香港总部 还有一次呢 Raisner对外发布 未经授权的消息 结果被Golmer Search给处罚 减薪 照道理讲 这些事情都是管理上的警讯 但是Raisner呢 因为他的业绩很好 一直不断的赚钱 所以Golmer Search 也最只好对他的这些行为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Raisner他完全不在意 别人怎么看他 对他来说 这里就是亚洲 是资本主义的新的疆域 继续有钱赚才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继续赚钱 有业绩 业绩做到了 天高皇帝也有了高盛的总部 不管是香港或者是纽约 他不会管你那么多 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2009年 刘特佐跟Raisner 他们两个人碰在一起了 2009年的刘特佐呢 他在之前的伊斯甘达经济特区 海捞一票 他正在找寻下一个机会 他看到了掌管数以百亿美金 美元基金的这个哈尔顿 看到这个人 人家拥有这么庞大的权力跟地位 他想说 主权基金是最有势力的 我干嘛不也在马来西亚 成立一个主权资金呢 当然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 你的基金钱从哪里来呢 一般主权基金的资金来源 通常是靠卖石油赚来的钱 所以呢 他就把脑筋动到 在马来西亚 特别是拥有丰富的油田 跟天然气的这个州 叫做登加楼州 马来西亚一共有九个州 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马来西亚的政治的状况 除了民选政府之外 这个九个州呢 仍然是九位苏丹来主政 这些苏丹他们的权力很大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跳过 民选的政府来左右该州的预算 所以就有了很多 让人从中谋取 贪污舞弊的机会 刘特佐他所擅长的 正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 来完成一笔又一笔的交易 这个时候掌管登加楼州的 苏丹叫做米赞 他来自于一个保守的回教家庭 可是呢 跟很多大马的贵族一样 他们因为曾经受英国殖民 他们受的是英国的教育 很多皇室子弟因为生活无忧 平日无所事事 但这个苏丹米赞他不一样 大家都认为他很厉害 刘特佐先认识了米赞 在建设公司担任董事的姐姐 透过这层关系呢 所以接下来 他把他自己的公司 叫做ADKMIC的干股 就送给了米赞 刘特佐认识了米赞苏丹 他就给他提了一个新的点子 就来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吧 你看人家 穆巴拉达基金 你根本不用拿自己的钱 是用你自己 你这一周的石油资产做担保 就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面募资 刘特佐对米赞说 他认识Goldman Search的银行家 就可以帮你募得大笔的资金 为了让自己的提议更有说服力 所以刘特佐就找上了Risner 其实这是两面片 一边告诉米赞说 我认识Goldman Search 一边跑去找Risner 他凭什么去找Risner 就是告诉Risner 我认识米赞苏丹 Risner刚开始的时候 对刘特佐没有好感 但是这个赚钱机会 他不会放过 于是就把两边给撮合起来 刘特佐就带着Risner 还有另外一位华人 吴冲华 他们两个来自于 Goldman Search的银行家 到吉隆坡去见米赞苏丹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 这个时候刘特佐 跟这两位Goldman Search的银行家 就非常非常熟了 还把这个案子取了一个代号 这个基金后来就在2009年的2月 正式运作 表面上刘特佐的职称是顾问 但其实他才是整个幕后操盘的人 Risner跟吴从华知道 他们自己的公司Goldman Search 他们的法务部门 一定会对于刘特佐 隐晦的这种Broker 仲介的角色有意见 所以他们就干脆瞒着 在Goldman Search的内部 只有极少数的人 知道刘特佐真正的角色 再加上 对他们来讲很方便 刘特佐也不要出面 主动请他们避免在Goldman Search内部 提到他的身份 所以对双方都有好处 都方便 刘特佐他本来想要说服米站 用该州未来的石油收入作为抵押 发行14亿美金的伊斯兰债券 可是就在定案之前 2009年的5月 米站改变了心意 他觉得这个基金连管理团队都还没有定位 不需要急着发债券 所以他指派的董事会的代表 正式提出暂缓债券发行 但这个时候就出了特别的事了 刘特佐不管 他照样执行发行计划 可是米站不愿意赌上该州的石油收入 所以他就警告刘特佐 如果你不收手 我连这个基金我都要撤销 金融圈就开始盛传 米站发现了刘特佐密谋要侵吞供款 所以先下走围墙 看着他的努力即将化为乌有 这是刘特佐他的重要的难关 这个时候他又必须要找生命当中的下一个贵人 Rise呢 他们不可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要跟正次有关 他遇到了他人生最幸运的一次转折 那就是Najib Najib这个时候呢 是大马马来西亚的副首相 他一直准备在政坛上可以更上层楼 因为他来自于非常显赫的一个家族 以他家族的名望 再加上他多年的公务生涯 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 也认为他迟早会接掌首相大位 当时他所属的马来人政党叫做巫统 面临危机 跟其他政党联合执政的国政 在2008年的大选 因为华人跟印度人纷纷倒向反对党 差点丢了政权 为了挽回推势 巫统就必须要借重Najib家族的声望 2009年的4月 Najib正式接任了首相 这就意味着刘特佐长期 他在Najib夫妇身上的投资有了汇报 这个时候他变成了首相身边的人 然后Najib也急需一大笔资金 来争取选民的支持 这是刘特佐可以提供的 所以从2009年到2018年 这九年当中 我们看不到 但是实质上 刘特佐就变成了 马来西亚政治非常重要的一环 他在其中翻云覆雨 透过Najib跟所有的这些金融的操作 因此创造出 马来西亚创造出不只是马来西亚 是21世纪 全球金融界到目前为止 所看到的最大的金融诈骗案 这个金融诈骗案 我们弄清楚他的来龙去脉 这两位作者也就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能够体会 要能够认知 在今天的国际金融的环节当中 到底存在着多少的危机 有多少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跟上个礼拜我们所介绍的崩盘 一起来对读的话 你就明白 你就了解 那样2008年的大崩盘 在经过了十年之后 他仍然存在在这样的一个国际金融的结构当中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仍然必须要持续的像这两位作者一样 不断的去揭露 这个系统当中 他不透明的部分 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下一波的海啸 什么时候又会席卷我们 然后逼着我们付出代价来 这本书书名叫做《金吞异万》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